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婚礼被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0多名记者参与报道 堪称欧洲王室的世纪婚礼 可就在婚礼结束后不久 莱蒂奇亚却被前夫爆出了无数黑料 便且前夫还特地出版了一本书 自用虚拟人物暗示他为莱蒂奇亚拍过很多不雅照 此消息让西班牙人民一片哗然 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平民女子 会成为未来的西班牙皇后呢 其实这都要从莱蒂奇亚的出生说起 莱蒂奇亚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中产家庭 家中上述三代全都从事记者行业 在业界有很好的口碑 因此从小颜值出照 且身材脚好的莱蒂奇亚 一直被家庭寄予厚望 大家都相信 她的人生必然会顺风顺水 光彩耀人 但现实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莱蒂奇亚的人生充满了黑料 并且从中学时候就开始了 14岁时 莱蒂奇亚爱上了自己的文学老师 阿龙索 阿龙索虽然才华横矣 但他却比莱蒂奇亚大了10岁左右 并且当时的他已有妻儿 可即便如此 情窦初开的莱蒂奇亚 依旧不管不顾的向老师表达爱意 最终 阿龙索无法抵抗住美色攻击 与莱蒂奇亚展开了地下恋情 当然了这段感情自然不会被人祝福 但莱蒂奇亚不仅没听进去 反而还在12年后挤走师母 光明正大的嫁给老师 不过莱蒂奇亚的坚持 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幸福 阿龙索在结婚后暴露了本性 不仅私生活混乱 而且还喜欢偷拍年轻女性 这都让莱蒂奇亚悲痛欲绝 在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后 仍无可染的莱蒂奇亚 选择与老师离婚了 这段感情也成为他无法抹去的伤痛 莱蒂奇亚不仅在感情方面不走寻常路 在事业上也是如此 他本可以在家族资源的帮助下 成为一名令人敬佩的记者 但他却选择当人体写真模特 他却觉得这是个一夜成名的机会 可到头来他不仅没能功成名就 钱也没赚到多少 最倒霉的是 莱蒂奇亚还被扣上了写真女郎的帽子 在诸多作死行为过后 很多人都对莱蒂奇亚失望至极 大家都觉得他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但莱蒂奇亚似乎是天之娇女 无论他做错什么都能得到了命运的谅解 在此去模特工作后 莱蒂奇亚先后在深夜电台和报社工作过 凭借着出众的外貌 他很快就进入了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工作 负责播报收视率极高的栏目 2002年的某天 满载燃料的希腊游轮威旺号 在海域遭遇暴风 船体断成两半 为了得到一手消息 莱蒂奇亚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而就在这天 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费利佩·阿芳索 当时的费利佩是西班牙王储 发生了如此大型的灾难 他理所应当的代表王室亲临慰稳 而当他看到美颜动人 气质出众的莱蒂奇亚后 瞬间就小路乱撞 从此开始对莱蒂奇亚展开疯狂的追求 面对着如此优秀男人的追求 莱蒂奇亚的心也很快就被攻陷了 与费利佩陷入了爱河 虽然这段感情刚开始不被西班牙王室接受 但最终在费利佩的一再坚持下 王室无奈只能松口 两年后两人奔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礼当天 莱蒂奇亚与费利佩 搭乘一辆黑色的防弹劳斯莱斯轿车 行驶在马德里的大街上 内层有传统骑士方针护卫 外层有摩托车队开路 莱蒂奇亚透过车窗 向沿途百万市民招手 接受着他们的祝福 那一刻莱蒂奇亚就是人生赢家 但莱蒂奇亚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享受风光时 却引来了前夫的嫉妒 阿龙索送给了他一份重磅贺利 在婚礼结束后的没几天 阿龙索向媒体曝光了莱蒂奇亚所有的黑料 其中包括了插足老实婚姻 当过布亚模特等 甚至阿龙索还把自己偷拍莱蒂奇亚的熟睡罩 发给报社 一时间有关西班牙王妃的黑料 以及布亚赵在四千六万人间疯传 王室遭受了奇耻大辱 虽然后来王室用重金把舆论压了下去 但他们却无法原谅莱蒂奇亚的过失 莱蒂奇亚的婆婆曾多次公开不给莱蒂奇亚好脸色 在那时候的所有人看来 莱蒂奇亚的人生就是一部悲剧 哪怕嫁入王室 也得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 但莱蒂奇亚却不这么觉得 她最不缺的就是任性 哪怕已经千冲百孔 她也可以像不死鸟一样浴火重生 在菲利佩成为西班牙新一任国王后 莱蒂奇亚也顺理成章的成为王后 莱蒂奇亚多次以超完美形象出席重大场合 一度被誉为西班牙最美王妃 不止如此 莱蒂奇亚经常替丈夫完成国事访问 无论对方是多有影响力的大人物 莱蒂奇亚都无所畏惧 以优雅的身姿和自信的笑容 完美的展现西班牙的形象 在莱蒂奇亚长时间的努力下 她的口碑比西班牙王室还好 国际影响力甚至比国王还大 全世界人民都很敬重她 因为她不只是一个优秀的皇后 还是一个称职又伟大的母亲 莱蒂奇亚婚后 生下了两个小公主 分别是莱昂诺尔和索菲亚 其中莱昂诺尔作为长女 已经被封为西班牙王储 将会是全球最年轻的女王 而莱蒂奇亚就十分注重对她的教育 每天大清早莱蒂奇亚都要为女儿 准备健康早餐 吃早餐的时间还要协助女儿 温习对各国正式的看法 当孩子晚上放学回来后 莱蒂奇亚又要监督她做作业 睡前讲有关各国历史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觉得 这样的父母到处都是 但大家设身处地的 替莱蒂奇亚想想 一边要为国家大事奔波操劳 一边又要尽可能24小时 待在女儿身边 这种日子一分钟都不能松懈 她真的很不容易 不过幸运的是 女儿在莱蒂奇亚的悉心照料下 不仅身体健康 还很出色 6岁学会大提琴 芭蕾舞等课程 8岁精通五国语言 12岁能当着数百人的面 单独发表演讲 13岁被授予西班牙最高荣誉勋章 同时还被印在硬币上 达恩诺尔的优秀 被西班牙人民看在眼里 而莱蒂奇亚的功劳 自然也不会被遗忘 她在王室的地位 也有着很大的提升 刚才我们有提到 莱蒂奇亚在刚嫁入王室后 与婆婆关系不合 经常被婆婆耍脸色 但经过莱蒂奇亚多年的努力后 两者的位置有了极大的转变 在2019年的复活节活动 西班牙老太后 一直搂住两个孙女拍照 可莱蒂奇亚 却一直在镜头前走来走去 有意遮挡镜头 并且在合照结束后 马上就拉走女儿 这让老太后十分尴尬 不过最让老太后尴尬的是 随后她在莱奥诺尔额头上 亲吻了一下 莱蒂奇亚却把女儿拉走 并抚摸孩子的额头 疑似在擦自己留下的吻痕 这得让老太后多没有面子 但老太后又有什么办法呢 毕竟莱蒂奇亚 为国家付出了这么多 孙女也被她培养的如此优秀 还是要给她三分薄面 纵观莱蒂奇亚 从西班牙的笑话 到西班牙最优秀的王妃 她的美貌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她之所以能有如此辉煌人生 更多的是靠她的智慧 勇敢以及不死鸟般的韧性 她不惧流眼 敢爱敢恨 活成了全世界女人想要的样子 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 莱蒂奇亚的一生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